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俄战略合作又有大进展 谁也没搞垮,反倒是自己越来越被动 这一仗啊,美国打得血亏 大家好,我是小军,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通常呢,对战争贩子来说,这局势越动荡,对美国就越有利 一开始,俄乌冲突的走向似乎也是完全在美国的预想之中 挑起战端之后,美国紧接着就怂恿盟友对俄罗斯大肆制裁 但是这打着打着呢,这局势的走向似乎是越发不受美国的控制 这不说血赚吧,这一仗似乎打得美国是血亏啊 实现这一关键转变的按钮呢,是在中俄手上 很早之前,美国国内呢,就有声明传出 中俄联合将会加速美国噩梦的到来 言外之一,中俄联合的姿态越紧密,美国的日子就越不好过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中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获得了两次重大突破 几周前,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呢,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 商讨了二十多年的终极乌铁路计划明年开工 表面上呢,这同中俄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深究,这一计划商讨了二十多年才成功 是因为俄罗斯不再反对 之前呢,普京一直担心这条铁路已经开通 中国的影响力将会大大辐射到自己的战略后方 从而让俄罗斯的影响力边缘化 不过呢,现在经过了俄乌冲突之后 俄罗斯越发明白背靠中国的重要性 在霸权围堵,危及国家安全之际 这样的芥蒂以及不平衡的心态根本就不值一提 所以说呢,俄罗斯就不再卡着这个终极乌铁路 称得上是中俄生化战略合作的一个重大进展 而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 中俄又传了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据了解,俄罗斯能源安全基金一把手 亚历山大·佩罗夫表示 最近呢,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巨增 数据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比重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5% 这也预示着俄罗斯超过沙特阿拉伯 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这个合作背后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西方群狼的攻势下 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美国多次呼吁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大力购买俄罗斯石油 算得上是缓解了俄罗斯的经济困境 让霸权的围堵图谋落空 不过呢,最令美国感到紧张的是 中俄之间的合作态势越发的紧密 这就像美国专家所说的 当前的美国尚没有对策来应对 中俄愈发紧密的联合态势 无论是中俄各自的经济体量还是军事实力 那都和美国是有的一拼的 更何况中俄如今是强强联合 那么美国的处境呢就更加的被动了 如果说霸权仍然一意孤行 同中俄殊死搏斗 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是美国惨败 所以呢从这一层面来说 这美国挑起俄乌冲突这一仗 打的呢叫一个鞋亏啊 虽然美国得到了短期的迎头小利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绝对是一桩舍本的买卖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